前不久恰逢香港知名女星 曾有香港娱乐圈大姐大之称的沈殿侠离世15周年继日 在2008年2月已经抗癌很长一段时间的沈殿侠 最终还是没能抵抗住病魔的折磨 在香港玛丽医院因肝癌离世 中年只有62岁 当时沈殿侠的离世 可以说令整个香港娱乐圈都相当惋惜和不舍 沈殿侠是香港TVB知名主持人 在圈内人员极好 与张国荣 梅艳芳 张学友等人都是挚友 大家精切地喊他肥肺 欢乐今宵是他在演艺圈的起点 沈殿侠今夕区别于其他香港美女演员的风格 很幽默 也丝毫没有包袱 总是卖力制造各种笑点 她有喜剧天赋 总是逗得大家捧服大笑 在70年代中起 沈殿侠与谢贤 秦湘玲 邓光荣等人组成银色鼠乐队 肥肥是其中唯一的女乐手 年纪也比其他成员小 因而得到了大家的宠爱 哥哥们称她为七妹 沈殿侠的前半生非常平顺 富裕的家庭给她带来底气 圈内人也很喜欢这个胖胖的女孩 她几乎没有遇到挫折 可是人生从来不会一直如此 1974年 沈殿侠与郑少秋在国外拍摄《逆兜德先生》 拍到中途 沈殿侠回香港办事 好友森森托沈殿侠 给男友郑少秋捎一封信 谁知收到信后的郑少秋 闹起了失踪 沈殿侠找到她时 发现她在盯着那封信哭 她这才得知 原来这是封分手信 沈殿侠怕郑少秋出事 跟剧组的人说 这段时间我们去哪儿都带着她 万一她想不开 我就成罪人了 两人接触得越来越频繁 沈殿侠感觉郑少秋并非是花花公子 她孝敬父母 也很有事业心 不禁对她产生了好感 同年 回到香港后的冬天 沈殿侠搭档郑少秋拍了喜剧 天天报喜 两人形影不离 沈殿侠对郑少秋很是照顾 甚至亲手为她煲汤带到片场 刚刚失恋的郑少秋 似乎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温暖的姐姐 两人走到了一起 以恋人之名 那年沈殿侠29岁 郑少秋27岁 当年 银色鼠乐队的大哥邓光荣 见七妹沈殿侠对郑少秋爱得无法自拔 进行了劝阻 你和她拍拖要小心一点啊 人家是要借你上位 沈殿侠完全听不进去 彼时的郑少秋还是香港演艺圈的无名小族 沈殿侠也是圈内的大姐大 深受大家喜爱 他们在一起后 沈殿侠用自己的资源 为郑少秋争取到了很多角色 郑少秋瞬间崛起 接连出演了《一天屠龙记》 《楚留香传奇》等经典作品 《红透半边天》 郑少秋成为了当红小生 那张面孔是香港电视的符号 这一切都是因为女友沈殿侠的亲密付出 郑少秋非但没有感恩 还与小自己17岁的女演员关金华搞起了地下恋情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沈殿侠发现了 可是郑少秋全然否认 还说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们现在马上就结婚 为爱痴狂的沈殿侠 以为只要结了婚 就会让这份感情变得安全 1985年1月5日 两人恢复加拿大结婚 时间匆忙 沈殿侠甚至都没有准备婚纱 糊里糊涂就把婚结了 这一年 沈殿侠40岁 郑少秋38岁 两人已经在一起11年 结婚后 郑少秋很快暴露本性 与关金华谈着婚外情 且毫不避讳 他还对妻子沈殿侠施压 我给你三年时间 你如果没有怀孕 我就会去找别人了 你不要怪我 爱得专注的沈殿侠 不顾自己身患严重心脏病与糖尿病 冒着生命危险 在42岁那年 生下女儿郑金仪 女儿出生八个月后 郑少秋依然与关金华暗度陈仓 沈殿侠翻然醒悟 忍痛提出离婚 离婚后不到一年 郑少秋就与关金华结婚了 很快生下两个女儿 沈殿侠痛哭不已 还患上了心理疾病 身体也每况愈下 1991年 在与女儿郑欣怡合作演唱音乐专辑 《亲爱的》之后 淡出香港演艺圈 远赴加拿大生活 即便是如此 沈殿侠也从未在女儿面前 指责过郑少秋的任何过错 沈殿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最终被诊断为肝癌 沈殿侠在手术后 整个人抱手 近乎脱向 他在死亡边缘努力挣扎时 无良狗仔就守在医院外 等着拍下沈殿侠狼狈的模样 医生要强的沈殿侠 面对外界的绩效 在接受采访时 中气十足地说 我才不要你们来管我 我是沈殿侠 我的命运在我手中 2008年2月19日 沈殿侠因肝癌去世 那年她62岁 郑馨仪作为沈殿侠和郑少秋的女儿 有着破碎的童年生活 和劳碌奔波的经年时代 郑馨仪如今被提及更多的 除了沈殿侠女儿这个标签 就是母亲沈殿侠给她留下的遗产 在爱情里沈殿侠爱得太满 以至于十几年后 沈殿侠还对郑少秋 爱不爱她这件事耿耿于怀 沈殿侠临死前到底见了谁 为什么上亿遗产 不愿给唯一的女儿 当年沈殿侠在港圈组成银色基数 其中六哥灯光荣和七妹沈殿侠 因为年龄相近所以很是投缘 当年在临终前 沈殿侠和灯光荣密谈很久 可能是脱骨 也可能只是想叙叙旧 毕竟两人相识多年 邓光荣是沈殿侠的好哥哥 也是她坚强的后盾 当年生完孩子后 宜居国外多年 沈殿侠回香港的时候 第一个找的就是邓光荣 在查出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 沈殿侠为女儿找名师 也是邓光荣帮忙 在2007年的TVB班奖典礼上 沈殿侠强诚不适去主持晚宴 其实就是为了给女儿铺路 那么这么爱女儿的沈殿侠 为何没让女儿拿到一分钱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寄深远 沈殿侠给女儿找名师 用自己之前的帮助当人情 给女儿铺路 怎么会在钱上吝啬 其实沈殿侠去世的时候 为女儿正心已留下了6000万的遗产 但规定要等她年满35岁 才可以继承 因为当时正心已太小了 才刚刚20岁的年纪 继承这么多资产 万一遇到心怀不轨的人呢 沈殿侠把钱存起来 等女儿有能力继承之后 才会给她 沈殿侠怕女儿不懂节制 为了不让女儿太快挥霍掉 这笔资产 所以委托了信托基金 规定她每月只能提取 2万元生活费 直到35岁 才能把这笔遗产全额取出 在沈殿侠离世后的多年里 灯光荣对正心已也十分爱护 不负当年沈殿侠所托 如今的正心已 靠自己也能赚钱 靠着妈妈的人情和自己的努力 也在娱乐圈发展得越来越好 现在的正心已 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唯唯诺诺 哭着说自己会争气 会乖 靠着母亲光环过活的新二代 而是已经可以独立行走 独当一面的正心已 6年前 29岁的正心已终于等来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 《女神》 获奖无数 她戴着妈妈最爱的蝴蝶眼镜上台领奖 有人称她为港月新天后 这首歌由香港著名作词人黄伟文亲自操刀 是为正心已量身打造之作 她的母亲本就让她独一无二 站在聚光灯下 回忆往事 黄伟文对台下的所有人说 有些恩不是想报就能报 受益人要有一定的本事才能承受得起 现在的正心已可以 正心已身穿黑色礼服 哭到泪眼模糊 随后唱起了《女神》 她感恩于母亲之友的关怀 也想念妈妈沈殿霞 她知道母亲从未离开自己 在正心已的成长故事里 我们看见她失去母亲后 自理坚强的个人秉性 也看见了沈殿霞作为母亲 对自己孩子的付出 还有香港演艺圈的情谊 当这段影像时隔三十多年后再度播出之后 看到她在荧幕上胖胖的身体 听到她的声音 笑声 不少网友都不禁相当感慨 表示非常怀念肥姐 除了网友的怀念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在肥姐离世的日子 默默怀念着 这个人就是沈殿霞唯一的女儿 曾经有超级新二代之称的香港知名女星 郑馨仪 郑馨仪在社交媒体上的现实动态中 分享了一张与母亲沈殿霞的合照 照片拍摄于多年前 当时郑馨仪还只有几岁 母女俩穿着亲子照 面对镜头笑得特别灿烂 郑馨仪同时还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与母亲合唱的吹泡泡 并且留言表示 15年了 谢谢你 挂念你 不知不觉 肥姐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 时间真的很快 想想她在离世前一年登上TVB销售的模样 都令人难受 希望快乐的她 在天堂也要一样快乐 大桥 大桥 小 singular 小这 manager 对 大桥 老家 大的